Nobody Nobody 相信大部分观众都会想到陈浩宇 因为她在参与录制节目前 几乎是无人关注 但节目播出后 陈浩宇的各项数据都快速上升 并凭借节目吸引一大批忠实粉丝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轮舞台公演中 陈浩宇排在第二十二名 第三轮舞台公演中 陈浩宇排在第六名 名字上升真的非常快 根据知情人透露 在第四轮舞台公演中 陈浩宇会获得第二名 看到陈浩宇的人气和热度快速上升后 网友们对她的评价呈现 两极分化的态势 有网友认为 陈浩宇有实力 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而成风2024给她提供舞台 她完全配得上现在的位置 有些网友认为 这是剧本设定 只不过相对于 其他没捧起来的姐姐而言 陈浩宇的故事线非常出彩 出舞台陈浩宇是一个小透明 对决的时候 以打分差输给其他姐姐 第一轮舞台公演和第二轮舞台公演 都合成立军组队 第三轮舞台公演因为人气较高 陈浩宇成为队长 成功带领队友实现逆袭 因为他们战胜公认的天团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 第五轮公演开始 陈浩宇的人气必定会上升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她会高位成团 当陈浩宇在不断逆袭创造惊喜的时候 有四位姐姐却被冷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位 陈立军 节目刚开播 很多网友认为陈浩宇是黑马 但更多的网友却认为 陈立军是被节目组放在明面上的黑马 因为节目开播后 陈立军的人气和热度持续上升 而她每期的表现也都十分精彩 在一公和二公中 陈立军担任队长 可是到三公和四公的时候 她选择和七位组队 在三公组队的时候 陈立军给人一种疲惫感 当七位在拉队友的时候 她就默默地坐在一旁 这与她日常工作忙碌有关系 再加上因为身体原因 她选择退出直播全开卖赛 影响到一定的人气 我们可以看到高人气姐姐会在夏季节目继续出现 但陈立军想要再次来录制 确实非常困难的 因为陈立军是体制内的姐姐 第二位 袁亚维 看到袁亚维来参与录制《乘风2024》的时候 大家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她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大Vocal 但她似乎不是被忠实的姐姐 就连出舞台介绍都出现问题 从整体上看 袁亚维的镜头并不多 而她选择的歌曲 虽然她表现得不错 可惜却被其他姐姐拖后腿 所以成绩也一直不理想 没有更多亮点 排名也上不去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很多网友都直接喊话 希望袁亚维可以去歌手《2024》 但大概率袁亚维不会参与录制 第三位 尚文杰 节目组刚发出录制名单的时候 尚文杰和和杰都是网友们预测的冠军人选 可是随着节目播出 尚文杰夺冠的呼声并不大 倒不是因为尚文杰的实力 而是因为尚文杰的性格 在《乘封2024》中 尚文杰给人一种不争不强的感觉 她更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区 找到自己适合的歌曲 所以对于一些有挑战的歌曲 她基本上不会碰 这样一来 尚文杰的镜头自然而然地变少了 第四位 珍妮可 珍妮可绝对是被冷落的姐姐 在出舞台表演中 珍妮可获得第一名 看到这样的成绩 网友们是非常意外的 因为第一次外国级姐姐获得第一名 当网友们期待 珍妮可在后面的节目中 大放光彩的时候 珍妮可的镜头 人气却锐减 这样的情况出现后 她能否进入总决赛都是未知的 作为一个长跳居家的艺人 珍妮可的实力真的没有全部展示出来 成封2024即将迎来总决赛 从珍妮可的情况上看 本季节目总决赛 应该不会出现黑马选手 最终的C位获得者 必定是在公演中获得过第一的姐姐 各位读者 你们认为会是谁呢 首先 让我们来盘点夏长浩宇 这个抢手获色组 大姐亲自坐镇 旁边就是上文杰和万妮打 两大舞台扛靶子 再加上舞蹈机器珍妮可 袁亚维 哇哦 简直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娱乐 全能战队啊 票数高达几十万 身价几千万 光芒万丈啊 相比之下 其他三组就委屈一点了 比如刘欣这一伙 朱丹 谢金燕 苗苗什么的 都是退役老将了 曾经可是群方睁眼 如今恐怕就是相胡忘了吧 再看七微谈 虽然郑中有和解 孙夏琳这些大Vocal护架 但总体票数也就一万多 勉强算得上中有水平 陈立军这一伙就更寒沉了 带着张雨昕 韩雪等新载婚日子也就罢了 可总票数居然不足两万 说实话 实在有些不太像话啊 网友们自然是一边倒吐槽 分组赛这是存心整活吧 陈浩宇组调打其他三组有没有 这不按奥运会开赛门类分组吗 于平仁也忍不住直言相熟 很明显运营是在拉偏价了 把陈浩宇团共起来当亲儿子 其他几支队伍分明就是非贫角色罢了 不过这么操作的确也能制造戏剧张力 为节目增添看点了 老夫说一句玄之右玄的话 这场分组之争 其实暗藏了天大的乾坤 陈浩宇虽然阵容顶强 但不要忘了他曾在上季节目中 被淘汰的耻辱史啊 所以绝不能掉以轻心 否则还不被干掉 倒是其他几支队伍被低估了 反而还能激发他们的血性斗志 说不定就能报了门呢 时宇争风 最终久久归一 等着瞧吧 作为小编我当然是希望 嗨到朝野的舞台大战 精官齐变就好 火遍全网的浪杰五选秀综艺 在成团业的分组环节 狠狠掀起了腥风血雨 网友看到分组结果后 纷纷哀好 这运气差距也太666了吧 首先 让我们来复盘一把这场分组大战的具体情况 陈浩宇成为领军人物 和他同在一个阵营的海友 舞台老炮而上文杰 实力唱将万妮达 现代舞天后正妮可 以及科班出身的袁亚维 清初宜兰圣宜兰的顶流团队 完全可以用妖孽无解这样的词来形容 相比之下 其他三组的阵容就显得逊色了不少 气味带队的月亮之上虽然大咖云集 但总给人一种年纪有点大的感觉 陈立军的骑士精神除了他自己之外 其他人的人气都不太高 这一流心的双截棍 嗯 大家认识的人好像也没几个 一时间 网友们的吐槽升起了愤怒的狂风 这陈浩宇一组也太强了吧 别的组怎么拼 我干都拦了 这分组明显不公平 制作组是疯了吗 怎么把所有顶流都扔一起了 面对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 网友自然也开始一策制作组的用意了 有人猜测 分明就是为了炒作收拾啊 集中了所有大牌明星制造流量 也有人认为 或许是为了防止大佬相互拖后腿吧 不然容易腻的 不过 我觉得这样的分组其实也很有悬念可言 毕竟一旦陈浩宇组真的如大家所料成为压少之王 那其他几组是否也会借机东山再起呢 说不定会上演一场华丽的逆袭大戏 所以啊 我们也暂时不要急于下定论 还是继续热火朝天地支持自己心爱的选手吧 谁会赢 谁会输 我现在也很想知道答案了 对了对了 你们更看好谁啊 是陈浩宇这个无解boss 还是其他人马小优待凝聚立足的阵营 快来跟我畅所预言吧 到时候我们一起嘻嘻哈哈地吐槽他们的表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